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返乡农民种甘蔗一年尝到甜头 向精品化转变 让愈冷的骑乘市场热起来 远离城市喧嚣 上饶临山特色民宿 竟想休闲时光 更多内容江西旅游报道 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旅游业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旅游报道 12月23号晚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百姓大舞台 直播好精彩江西省 优秀文艺节目会演活动 在南昌群星剧场精彩上演 演出以气势磅礴的民俗彩带龙表演 青云降龙飞舞拉开帷幕 歌曲知心画而对党收 唱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貌 音乐舞蹈快版收官之卷必须过关 体现了扶贫脱贫的好政策 传递了收官赶考路上 必须过关的决心 整场会演共400余人的表演阵容 精彩不断高潮迭起 挺好看的 娱乐性群众性 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心声 挺好看的 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先进的思想 还有先进的艺术水准 百姓大舞台 这个百姓就在前面 那说明这个舞台是面向广大的群众 设置的这个舞台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由省文化馆成办 11个社区市文化馆共同协办 并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全程直播 慧眼从全省各社区市推荐的节目中 精心选出了16个节目 演出以任务细无声的方式 传递了主流价值观 呈现了一批正能量接地气的江西本土特色文艺作品 涵盖了民俗舞蹈 古书快版 民俗民间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 通过多元的艺术形式 深情的表演 传递了全省人民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 展现着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 福州滋西旅游集散中心 作为江西省五个列入国家级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机构 功能融合试点单位之一 是资西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功能展示的综合性平台 目前集散中心的土建工程基本结束 场馆内的VR飞移体验空间 以及智慧旅游厕所和智慧城市指挥中心等区域 让人眼前一亮 资西旅游集散中心占地95亩 建成面积约1.7万平方米 2019年10月份正式投入运营 像我们这个设计理念是比较新的 你看我们整个外部设计是充分融入了 我们本地的百岳文化 包括我们这个族文化主要元素 另外的话我们这个房顶设计 也是依托了山形的态势 跟周围的环境也是一种自然的融合 同时我们这个内部装修 也采取了现代简约的中式风格 体现了这种环保节能低碳的 这个纯净自信理念 作为城市文旅融合的新窗口新地标 越来越多的智慧元素科技手段 被运用到集散中心景区介绍 和基础服务设施当中 在一楼的VR飞移体验空间 游客们可以通过充满趣味的互动 初步了解奢族文化 自信面包以及自信全域旅游资源 而在旅游厕所各种暖心的设置 让游客倍感人文关怀 这边比较确 它是3A级的旅游厕所 这边面包有我们的无障碍卫生间 还有我们的第三卫生间和母音室 在每个厕所里面 我们都有一个需要帮助的这个智能系统 需要帮助的话 只要按下这个按钮 工作人员就可以随时随刻的 为我们这个游客提供服务 我看马桶上面还有一个那个 像是一个扫描的仪器 这个是感应我们的使用状况 有人进来使用了 它就会在我们这个后台显示出来 会计时 对 它会进行一个计时 就是超过了这个时间 会有一个预警 我觉得这点还挺好的 如果万一有人在里面 遇到一些意外 对 有可能的晕倒 或者是什么状况 我们可以随时随刻关注到 厕所门口的数据显示屏上 清楚地展示出厕所的空气质量 侧位的分布及使用情况 并记录进出厕所的人流量 这些数据可同步显示在 百度地图手机APP上 方便游客们随时随地查询 在厕所看到的数据显示 只是整个智慧平台运用的一部分 三楼的指挥中心 则是整个智慧旅游平台的 大数据采集 监测 以及视频动态的心脏 那么通过这些数据 我们可以制定合理的旅游 出行的计划和我们的线路 同时还可以合理地 调配我们的景区的工作人员 比如说我们这个左边 它这个是由我们的 出源树的景区的高峰值 像我们大学山景区 最高的峰值是在八点钟 我们的工作人员 在进行售票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避开这个区域 给游客提供这个合理的 这个引导 目前 自习旅游集散中心 还在进一步完善 24小时休闲智慧书八 该区域将结合南园民宿村建设 打造大绝西岩县最美阅读空间 让市民游客可以临门卡 享受休闲式图书服务 这几天在九江五宁县 新宁镇下柳村甘蔗种植基地 这农民正忙着将一捆捆的甘蔗 扛上货车运往 筑藏甘蔗的塑料棚里 进行保温收藏 等待上市销售 下柳村甘蔗种植基地 是青江乡返乡创业农民 黎维利创建的 去年冬天 黎维利告别多年的打工生涯 来到新宁镇下柳村 流转村民土地近40亩 并全部种上了甘蔗 由于土壤肥沃适于种植甘蔗 经过前期的精心培育 和后期科学管理 种植第一年 甘蔗长势喜人 我们这个甘蔗基地 今年种植30多亩 广西优质黑皮甘蔗 苏佛甘蔗7万多根 今年输入大概是15、6万块钱 同时因为他们种植的甘蔗 具有甘肠、味甜、汁多、松脆等特点 深受市场消费者的青睐 特别是一些城里的游客 纷纷慕名前来进行农家乐生态游 体验不一样的田园生活 我们这里买甘蔗可以自己去挑 可以自己去产 而且主要是为了体验一下 这个田园的乐趣 你看这个甘蔗 今年吉安万安齐城喜货丰收 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齐城销售形势不容乐观 为了扭转这种态势 当地在积极帮助果农销售的同时 还积极地引导果农向精品化转变 努力让预冷的齐城市场热起来 这几天 朱南昌正抓住当前的利好天气 组织人员采摘丰收的齐城 老朱介绍说 它有600多亩齐城 其中400多亩通过技术入股形式 从干南引进 零农残种植管理技术 主打零农残精品齐城 目前已经通过了SGS国际标准认证 国品受到消费者的喜欢 像我们这种果就是存用了零农残技术的 无论是品项还是果品的质量 都比普通的齐城要好 一个是口管好 类似无乃 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另外一个就是价格上 也要比普通的都要高出一块多钱一斤 所以的话 我们明年准备全部吹用这种技术 老朱说 和精品齐城相比 它种植的100多亩普通齐城 无论是销量还是价位上 都走低欲冷 像我新厚的这片果 就是没有做这个零农残技术的 所以你看 这个果就是这个样子 很不好卖 现在都还留下有几万斤 没有买出去 为了扭转当前其成销售形势不乐观的态势 万安一方面充分发挥社会各级力量 特别是党员干部和各级果业协会 果业专业合作社 果业经纪人 电商平台等方面的作用 积极为果农通信息 跑市场送订单 目前已为权限1000多户果农 销售了200多万公斤 另一方面 积极通过技术帮扶 引导果农向精品化转变 发展玲珑残绿色有机 复兮齐成 真正让齐成果成为农民致富的金果 目前正是齐成的采摘季 咱们江西很多地方的齐成都迎来了大丰收 趁着天气情好 大家不妨到果园里去体验一把采摘的乐趣 好了 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上饶 上饶的灵山风景名胜区 不仅有着世界所罕见的鬼斧神功的环状花岗岩风林地貌 令至深期间的游客惊叹不已 而且灵山周边还有很多的民宿 可以让游客们登山之余 享受居住在山间田野的乐趣 而其中的两间民宿非常具有特色 一起来看一下 灵山周边的大多数民宿 是根据村民的住房改造而来的 其中的清灵山区客栈虽然也是如此 但又显得与其他民宿都非常不同 它位于灵山的盘山公路边 交通便捷 闹钟取静 12间客房经过专业设计师的打造 各具特色 有充满浪漫情调的宽敞豪华双人房 有两室一厅的家庭房 也有带榻榻米的日式风格的房间 现在高铁开通了 然后其他大城市的人来上楼就特别方便 都是一两个小时的车程 像我们这边上海跟杭州浙江这边的客人 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一般都是过来住两三天 带着一家三口 或者带着老人家一起过来 在清灵山区客栈 房间内的配套物品 都是按照星级酒店标准配备 游客们来到这里 住是酒店宾馆的享受 出去玩则开门就是山间田野 既能兼顾居住舒适 又能便捷游玩灵山 我们楼下也有厨房 后面的话还有柴火灶 看客人的需要 因为有些人喜欢用集成罩 我们这边都有配备 像外地的大城市所来的客人 需要在这边住两三天的话 可以自己买菜做饭 就远离城市的喧嚣 也会给它带来更有家的感觉 然后可以自己烧烤 然后烤全羊 我们这边也可以安排师傅给你烤 我们这边搞团建或者提前预定的话 都是有优惠的 我们可以赠送烧烤跟烤全羊 都是有专业的师傅来的 青陵山区客栈主打酒店标准 和各种特色房型 而位于陵山半山腰的慕陵山社 则是一家主打青年住宿为主的民宿 它也是上饶市最早的一批青年旅社之一 咱们这个慕陵山社 在我们这个上饶地区 还是非常有名的 会有很多年轻人 还有公司团建聚会之类的 都会选择我们慕陵山社这边 还有很多我们来林山旅玩游之后 也会选择来入住这个慕陵山社 感受一下我们晚上 这个林山的面貌 慕陵山社虽说空间不大 但它设计了不少符合年轻人口味的时尚空间 在前台大厅可以用投影仪一起看电影 也可以体验写信收信的感觉 还可以在一旁的娱乐室打打台球 放松身心 一进入到我们里面 这个整个里面的空间 就是不是很大 但是会感觉到很温馨 布置的很有情调 你看这里有一些图片 都是我们来自这里游玩或者住宿的人 会选择在这边拍摄一些照片 这里还有投影仪 投影仪 大家可以在这边可以看看电影 享受一下这个满生活 来往里面走 这里有一个慢书信 慢书信就是说 您可以把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想对自己说的话 你就放这里寄存 然后到时候它会邮寄给你自己 你可以选择时间 比如我要四月份你寄给我 明天四月份寄给我 等等都可以 晚上通过摆放在阳台上的望远镜 可以仰望临山的星空 也非常浪漫而有意境 而且在这里居住 性价比很高 这个房间的户型就是这个床位房 这个床位房总共有四个床位 每个床位它的价格是68块钱 它就是主要是针对于独自来旅行的 青年人或者旅友 您花60块钱 就能够在这个山中享受这个惬意的慢生活 能够晚上去看一下我们临山的夜景 非常的惬意 我们现在来的是我们牧林神社的这个亲子房 这个亲子房 看这里 这里一张小床 那里一张大床 我们这个牧林神社的麻雀非小 武藏俱全 再往前面走 这里有一个阳台 这个阳台非常舒服的 来这里 这个阳台呢 我们可以一可以远观我们整个上饶 林山景区的这个万亩主海 在这边您看本书 喝杯咖啡 那也是相当的有辞有味 来到林山 白天登山远足 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壮美景色 晚上留宿林山 无论是经济实惠的牧林神社青年客栈 还是酒店宾馆及享受的清灵山区客栈 你总能找到一间心仪的客栈 去感受山上夜空繁星璀璨 山下万家灯火的闲事意境 赏美食看美景 熏山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您也可以下载 手机江西台客后段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